集合竞价的判断是一个短线选手的必备技能 竞价是持币者和持仇者的博弈的第一战场 竞价强弱能够看出板块 个股的强弱以及市场的情绪变化 专业的短线投资者要在这集合竞价十分钟的时间内做出决策 甚至是完成交易 所以这十分钟至关重要 也是最紧张最忙碌的交易时间 集合竞价只有几分钟的抉择时间 不要去思考为什么所见即所得 下面说三种常见的集合竞价图 不好的集合竞价模式 集合竞价后期随着抛压的加大 竞价分时图不升反降 特别是当降幅超过5%的时候 意味着有大资金在出逃 如果结合股价在高位或者个股 以涨停竞价开盘又多 那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出逃信号 当然也有主力会故意压低价格不绝对 短线交易者最不缺的就是机会 而最担心的则是不按体系操作之后的被动 好的集合竞价模式 应该是筹码均匀 甚至是越到集合竞价后期 尤其是最后一分钟有抢筹的动作 在分时图上表现为竞价的分时图 是向上走的 是典型的竞价弱转强 这里要注意 必须是龙头骨才能应用竞价弱转强 板块情绪好 处在主生期时 龙头骨接力竞价爆量 差一分前掌停时买点 正常情况下 竞价预期参考 实际操作中还要结合情绪周期阶段 板块的情绪周期阶段 强弱和各股的市场地位等综合评判 观察昨日热点股的竞价和承接 就有利于分析出 今天早盘资金攻击的主流方向 尾盘榨板的 预期是要低开的 结果次日竞价结果是高开 那么这个竞价就是超预期的 尾盘烂板 且带动有限 次日接近平开 符合预期 早盘的一个好板 次日低开 显示场外资金买入欲望比较低 低于预期 盘前题材预判 竞价看板块联动 大的新兴政策 消息热点出来 首日启动首板板上 确认提升试错成功率和资金利用率 补涨套利买得越低越好 短线选手从来不缺机会 更重要的是 每一次操作都要纳入到自己看得懂 能掌握的操作模式和体系 这是能够实现稳定盈利的前提 关注我 分享更多投机干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